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估计大部分人可能用不上的 这么一个小技巧 就是现在很多地方的街头 都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螺眼3D的 这种大屏幕 但实际上这个就是只能在一个 特定的角度底下看 它的效果才会比较好 在其他的角度看 经常会 根据内容 如果不是最适合的观看角度下 进行一个观看的话 它的效果就不这么好 因为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 就是屏的屏幕 只不过就是进行了一定的弯折 并不带有实际的这种3D的效果 它这个3D效果的产生 都是通过视差视觉的这种欺骗来形成的 像这里的这块屏幕 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截面 大概是这么样的 一块平面 一块弧面吧 但是呢 就是像这里 它有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实际上呢 这块是屏幕 它并不是就是这个楼梯 然后呢 就是 这里 这一块这些呢 也是 也不是真正的这个边框 包括呢上面就是这里 磨砂的这一块 等于呢就是这块屏幕 它虚拟出来了一块这个空间 就是这个猫咪所在的空间呢 只占了这个屏幕其中的一部分 相当大的一部分呢 它是用来形成了就是这个周围的边框 或者不存在的这个区域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猫咪能活动的区域呢 是整块边框 但是呢 因为有这个虚拟的这个边框和周围的这些存在呢 就给我们造成了一种这个猫咪离开了这个屏幕所在范围的啊 这么一种假象 当这个呢 对就是我们这个在3D环境之中的这个制作来说啊 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可以把它做出来啊 问题呢就是做出来之后 我们怎么样呢就是输出 适合就是这个弯折的屏幕使用的这个视频文件 那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里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建立这么一个立方体 把它当成是这个屏幕 这里可以把它拉出来一点 这里进行一个倒角 那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种弧面的屏幕 OK我先批键把它分离出来 这里呢之后才使用这块是屏幕 但是呢就是我们制作这个动画的话呢 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上 那呢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这个摄像机 然后呢一键或者三键切换到一个这个合适的这个正交式图 然后呢用这个小键盘上的四或者六键呢 来进行一定角度的旋转 那现在呢斜45度正好是对着这个角度 也就是所谓的比较合适的观看的角度 CTRL OUT加小键盘的零件 把这个摄像机呢对齐到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在摄像机这个面板呢 把它的这个焦距调到35吧 这比较接近人眼的这个焦距 G键按两次歪把它移下来啊 因为呢一般我们看的是仰视的比较多啊 很少就是嗯 除非说站在桥上吧 或者对面的楼上 要不然呢一般我们是没有办法就直直视的 所以呢就是这个输出图片呢 我们要考虑好就是大多数的这个观众呢 是在哪个角度上啊 来进行一个这个观看的 然后呢也可以直接ZZ就是往前移动 尽量呢就是多取得一些这个空间范围吧 然后这里呢就暂时先这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往上挤出一些 往下挤出一些 我们就得到这个边框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多增加一些这个循环边 这里是4 我们可以呢就是把它桥接起来 这边上也是 那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模仿刚才那个 一边呢是比较宽的一边比较窄的 但实际上呢它都是假的嘛 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在里面放一个这个 就放个猴头 放一个猴头然后给它建立一个简单 显眼点的材质 那这里我们就直接金属度拉满粗糙度拉低 在材质预览底下看呢 它也是挺像样的这么一个猴头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给它做一点简单的动画 就是I键位置旋转做放 然后打开这个自动插针 那像就是这种呢 我们可以Ctrl-out加Q键切换到4视图 我们在24的时候呢把它比如说拉到这边吧 注意看这个透视图这里啊 我们都是要基于这个摄像机视图的 就是呢这个猴头它的任何一块位置都不要离开 我们当前视角的这个边框的范围 当时做一些这种旋转的这个操作 或者呢这个往下一些 这种操作都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啊 有没有什么出框的这个啊 没有继续到48 我们可以呢就是飞到这一边啊 可以在这里再给它进行一定的这个旋转 那现在也是注意看一下啊 没有离开这个啊 这里好像偏了一点点 偏了一点点 我们可以把它往这边收一点 啊这边也没有离开 那到72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偷个了 奥特区奥特啊 直接回到原位就完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退回来 在这个视图啊 就得到了一个这种简单的这么一个 我这好像有点穿插啊 那先不管它了 反正呢就进行一个简单的演示嘛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输出啊 再设置一下 这里呢就把它直接输出为视频就可以了 那大家要求比较高的话呢 尽量把这里分辨率呢调高一些 因为之后啊 会有一个这种拉伸的这个效果 它会吃掉一部分的这个分辨率 啊这里我们就直接输出就好啊 这里呢我们用这个视图中的视图渲染动画 因为这里啊使用了这个材质预览下的这个啊 自带的一些HDI环境 这里呢如果我们直接渲染动画的话呢 它是就是不会把这里这个环境带进去的 我们就试图试图渲染动画 这样呢就得到了这么一段这个动画 得到之后呢我们这个猴头跟这些啊就不需要了 我们就只需要一开始分离出来的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呢就当成是我们的这个屏幕 那呢我们给它新建一个材质 这个材质呢就使用这个自发光 因为它是屏幕嘛 它要更讲究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模拟这种LED屏幕上啊 三色的这种 在这里我们就简单的自发光 颜色呢这里用图像纹理打开 这里呢我们就使用就是刚刚渲染出来得到的这个图片 但是看呢就是这个图片啊播放啊它的这个比例呢是不对的啊 那我们这里调整一下啊就是我们刚才输出的这个影片是72帧 我们打开这个循环和自动刷新 这样呢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个这个播放 那呢现在我们就需要使用到一个这个叫做 UV投射的这么一个修改器 UV贴图呢就有默认的贴图 投射的这个物体啊我们就使用这个摄像机 可以看到呢现在呢它就对了但是呢它的这个比例不对啊 因为这里这个宽高比啊是1比1 我们刚才输出的这个影像的宽高比呢是16比9 所以这对应能把这个X16除9啊 他这样的他这个比例就正确了 然后呢可以看到啊这里啊好像有点弯曲 他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没有足够的细分 这是只有一个方向上有细分 我们就是给他多增加一些细分 可以看到现在呢它的光滑了 那那就是好比啊我们就是一个人啊 就是在这个是摄像机的这个视角观看这个屏幕 现在呢观看的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当然呢这像这个戏法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的话呢 那就会有很奇怪的这种拉伸的效果 最后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输出啊 因为呢现在我们得到了这个呢它是一个就是变形后的这么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份 然后呢把这个修改器应用 然后我们可以查看它的这个UV啊 可以看到呢现在它的这个UV啊 是一个这种斜着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它打直过来 在这个UV贴图这里呢给它多增加一个这个UV贴图 然后呢进入到编辑模式下A键全选U键 我们选择这个展开展开这里要注意啊 把这个展开这里有一个这个矫正高宽比例 把这个取消掉 然后呢这个基于角度这些就可以不用管它 我们就得到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我们再进入到几何节点编辑器 新建一个这个几何节点编辑器的这个修改器 然后呢使用几何数据当中的设置位置 直接呢把组输入中空白的这个端口呢连到位置来 我们在位置这里右侧这里啊位置这里切换到属性输入 然后呢选择呢我们使用它的第二套这个UV 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么一块面 可以看它这里的比例啊现在就是变成了0.395比1 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里可以 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吧就是这个高呢是2 然后呢它的这个宽的比例呢大约是这里到这是2 这里到这是2大约是2.5 所以呢这里这个比例呢就变成了1比0.4 那就大约是2比0.82 2.5比1的这么一个比例 我们把它切换到材质一栏呢可以看到这里得出来的就是 我们需要的这个变形后的这么一张图 同时呢它是符合我们这种宽高比的格式的 那得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来建立一个是这个摄像机 这个呢也可以把它就是转过来 现在啊这里得到的这个宽高比呢是就是0.395比1 那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输出属性这里啊比如说呢就是这里395比1000 我们把这个摄像机新的这个摄像机啊也可以把它转过来 然后把它改到这个正交正交是图 正交比例呢切换到1 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右键把这个设置圆点啊圆点呢到这个啊集合中心 然后呢嗯我看看啊这个啊因为多加了一个这个几何节点修改器 我们现在也可以把这个几何节点修改器也应用掉 把这个圆点呢放到几何中心然后呢啊这个游标到选中项这里呢它现在 在这个按说应该不是中心吧我看一下它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啊差一点点没关系 我们可以手手动的把它移动过来吧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摄像机啊可以在它的这个绿色的这里点一下这样呢就切换到当前的这个激活的摄像机啊然后呢可以看到就是它整个呢就是框中了这么一块面 我们呢就可以就是在这个输出这里啊调整它的这个百分比那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分辨率4k的那4k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直接 百分之四百把它输出得到的呢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啊可以直接放到正常的这个玩具屏幕上播放的文件